《般若经》上讲得好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是从理上说 理上讲 事出事件一切法都不可得 毕竟空 一没有体信 众生造作的一 造作的善一 造作的物一 造作的无忌一 没有体信 无体信的信 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大肆讲 夜同性空 但是怎么样呢 他不设报应 你不要以为他空 空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有果报 这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头 给同学们提起的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菩萝萨在此地 主要就是给我们讲这两句话 因果不空 因果的 体信是空击的 但是英国的报应呢 不是空击的 这个道理怎么讲法 我们要知道 要细心去体会 要细心去体会 去观察 因果 相细不空 相续不空 转变不空 因 它会变成果 果呢 又会变成因 所以因果 它有相续不空 转变不空 它永远是相续 永远是在那里转变 我们要认识清楚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设法界 从哪里来的 无非是 一应果报 转变不空 产生的现象 你造作善业 决定有善报啊 佛家常讲啊 众善因 得善过 你造作物业 一定有悟报 宋朝 卫中达的历史 世人皆知 从前 从前读书人 都知道 现在知道的人 少了 说起来 世间人 以为这是 无极之谈 以为这是 迷信 而不知道 这是真正实实的 世界 卫中达才三十几岁 很年轻 被耶路王 抓去 耶路王 叫这个判官 把他一生 俗作的善窝 善窝都由记载啊 那有人问 阴间有没有法律 明报纪里 有说到这个问题 阴间没有法律 那判这个 判案子 怎么个判法呢 审判根据什么呢 根据你的刑业 会不会误判呢 会不会判错呢 不会 为什么呢 你的证据 确实 不会判错 而且判官 都是聪明正直 他不一定 要学法律 那魏中达 这两种 两种步子 也展开啊 罪业的步子 摆满了 阴路王的 这个大厅呢 善念呢 善思呢 善思只有一张纸 卷成一卷 那魏中达 看了这种情形 心里疑惑 就问阴路王 这是我很年轻的 我才三十几岁 我纵然造罪业 哪里会造这么多 啊 阴路王 告诉他 罪业 不比你去做出来 齐心动力 归神 那你就有记载了 啊 这种记载 就仿佛 我们这个地方 电脑啊 自动记载 不需要人记载 自动记载 你起个卧宁 他就给你写了一笔了 谁造卧的布子 摆了一大堆 他就问了 他说呢 我做的 我那个善思很少 那是哪一桩善思呢 阴路王告诉他 皇帝要新建一个功臣 这个功臣 劳民上财啊 你一事出于真心 啊 劝告皇帝 不要做这个功臣 这就是你的奏折 底稿 他说我虽然劝皇帝 皇帝没有听呢 那功臣还是做了 阴路王说 如果皇帝听了 那你的功臣 那你的功臣就更大了 虽然没有听呢 你这个是诚心诚意 为民众 为众生 这一念真诚的善心 非常可贵 于是阴路王 丰富判官 把他罪悟 这个 这个这个 两个记录啊 用称称一称 结果他这个善 重 握清 由此可知 齐心动念 撤之于真诚 撤之于 为众生 绝对没有私心 绝对不为自己 这是真善 虽然为别人 真正的目的 还是为自己 这是我不是善啊 我们世间人 那你能够懂的 你做许许多的好事 最后的目的 是为自己 总不除 明文立 明文立 根云 总不离 自私之意 于是 我们自己 冷静地去反省 去捡点自己的 思想 言行 我这一天 造的是什么业 如果 我也多过善业 我这一天空过了 善业 多过我业 我这一天没有白过 人生的目的 如果真像佛所讲的 酬业 那就 太可悲了 佛说人生 酬业 是从总体上讲的 说明六道众生 为什么 学生 受伤 佛这一句话 说的没错 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意义 这要靠 自己 去建立 我们要 也得要 冷静去想想 我这一生 到这个世界来 来干什么的 过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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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 这一生 来享福 过去生 过去生 中造的 不善意 这一生 来受罪 这就是 佛所讲的 人生 在这一生 这不是人生 的目的 人生要以此为目的 那就可悲了 为什么呢 煤矿雨下了 你决定往下坠落 所以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是接受教会 就是接受教育 人所以异于禽兽者无套 只是接受圣贤教育而已 圣贤的教育 帮助我们破灭开悟 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了 我这一生到人间来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破灭开悟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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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